当中有不少低调的女性情侣 这其中的就包括贵伦美和戴笠仁 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公开谈论对方 不过最近戴笠仁却一反常态 在上海宣传她的新篇大名节的时候 就甜蜜的向媒体透露说 很希望和女友来合作 这难道是他们好事将近的信号吗 你也挺期待您跟贵伦美的合作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打算吗 我个人倒是挺期待我们两个能演对手戏的 不过这个作为演员嘛 就是要看机缘了 但令人抛出了橄榄枝 没准很快就会有剧本送到她和贵伦美的手上了 我们也乐观其成 但令人与相差18岁的贵伦美 当年也是阴戏结缘 至今已相恋9年 这期间两人也没少经历外界催婚 就是顺其自然 对不相求 有这个打算吗 什么时候跟我们分享好消息 有的话当然会一定跟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 有央视财经